大家好,我是王群光医师 我制作了21集的中华自然医学食物防病治病讲座 现在是第13集 题目叫做断糖生酮饮食 是糖尿病患者的塑效解放 我们都知道正常饮食 正常饮食就是指碳水化物 占百分之五十 脂肪占四十 蛋白质占百分之十 热量来源的这个饮食 我们叫长糖生酮饮食 什么人在吃长糖生酮饮食呢 当一个母亲 她婴儿十个月那的时候 她给她吃的这个母乳 碳水化物就是四十六个percent 脂肪四十七 蛋白质占七个percent 所以我们大人成人的这个饮食 也是差不多要接近这个比例 五十四十跟十的这个百分比 那我们治疗糖尿病有时候会用低 低糖生酮饮食 就是低糖是低到多少呢 就是淀粉低到百分之十到四十的 这个占热量来源 那么断糖生酮饮食呢 就是指 汤水化合物 占这个 热量百分之二到十的这个来源 那所谓 碳水化合物是指什么呢 就是指米饭 面食 水果 馒头 包子 地瓜 马铃薯 那所谓 断糖生酮饮食 基本上 它是连这个 前面讲的这些淀粉 都全部都不吃 或者非常非常少的量 这样 那什么叫生酮呢 生酮就是说 我们葡萄糖 吃下去的淀粉 这个 碳水化合物会变成葡萄糖 那么葡萄糖就可以直接被细胞利用 可是脂肪呢 百分之四十的脂肪 它细胞没有办法直接利用它 大部分就是要经过这个肝脏变成酮体 四个碳四个碳的酮 小分子的酮 然后才来燃烧 所以叫做生酮 就是我们的饮食 用葡萄糖就是生酮嘛 那么你吃到油脂就是生酮这样 所以我们要有百分之四十的酮来燃烧 就是说我们一个正常人的饮食 我们有六十兆个细胞嘛 一个细胞有好几千个粒线体 那么粒线体呢 它里面有燃烧葡萄糖的这个引擎 跟燃烧酮体的 那么我们正常人葡萄糖的摄取的比例 应该占这量来源的四成 五成 那么统体呢 就是脂肪应该占四成 这个就是我们人正常情况下 应该要这样 我在这里呢 是要讲我个人的这个 对于糖尿病治疗的经验 因为我本身也曾经 得到这个糖尿病重症嘛 那么就是来 我这一个专辑就是讲 我个人的这个经验 还有我个人呢 用这种方法治疗 然后就是再把这个方法呢 用在我的这个临床患者方面上面 也得到了好几百个患者的这个经验 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我大概在四十多岁的时候 开始有吃了十几年的素食 大概差不多十几二十年前 那么吃素食就是 大家都知道是用这个米饭啊 面脉啊水果啊 豆类啊油脂为主 油脂是占很少的量 那么碳水化合物占比较大的量 碳水化合物可能不止 不止五十可能六十七十八十七十一百这样 所以那是一种错误的饮食方式 在这里被我打叉叉了嘛 这个是错误的 其实我们真正正常的饮食应该是反过来 油脂最少要占百分之四十 或者超过一半 这个才是正常的饮食 其他淀粉啊 蛋白质啊都不能够太多 另外还有一些人啊 他是认为很养生 吃这个低脂饮食 也吃出一堆毛病 还有吃这个 每天吃大量的蔬果汁 这个都是错误的一个饮食方法 也就是说 我们正常人啊 淀粉葡萄糖的来源应该占五成 油占四成 可是很多人都吃错了 而这个比例吃错了呢 就好像是一部车加错油了 没有按照这个正常的长糖生涂饮食 我们叫做长命饮食 就是吃了不会生病的饮食来去吃啊 因为我们一部车 如果你是柴油车就要加柴油 汽油车就要加汽油 那么我们这一部车呢 我们人体也是一部烧燃料的车嘛 那么我们的燃料呢 汤水化物就是应该占五成 最下角这边 油只占四成 蛋白只占三成 如果你不这样吃呢 久了就会出问题了 人体的健康 这个细胞会出问题 会产生这个 燃烧不完全等等 新陈代谢疾病 所以说新陈代谢疾病 是所有疾病的源头 也就是说 汤水化合物跟脂肪啊 蛋白质的这个比例 不对 会引起新陈代谢疾病 大家看看我们这个台湾 国民健康级的公告 来说什么叫做新陈代谢症候群 包括腹部肥胖啊 男生超过腰围 超过百分之九 九十公分 女性超过八十 血压超过 高收缩压超过一百三 疏伤压超过八十五 这样空腹血糖超过一百 还有胆固醇 高密度胆固醇低 低密度高比例不对 还有三酸甘油脂 超过一百五十 有一些这个标准 这个标准 那我们来看这个葡萄糖 这个黄色的葡萄糖 它是汤水化合物淀粉变过来的 那么葡萄糖也会变成脂肪 变成油脂 所以你吃淀粉吃多 就会引起肥胖 还有淀粉吃多 它会变成油脂 储存在这个肝脏里面 叫做脂肪肝 脂肪肝 所以我们葡萄糖 淀粉如果不吃 脂肪肝 肥胖 就会好起来 因为 它不会生成油脂 那我们还有另外一种饮食 就是多吃肉的这个饮食 也是很糟糕 尤其是这种 我们叫做阿金饮食 吃肉减肥的饮食 它里面也是没有强调 要吃油脂 它的油脂主要来源 是肉跟蛋 可是我们吃下来的这个蛋白质 超过一半 会变成氨基酸 会变成葡萄糖 所以你吃大量的蛋白质 也跟吃大量的淀粉 没有差多少 还是一样 也是会变成葡萄糖 那事实上 吃蛋白质会比吃淀粉还更糟糕 我们来 这一章是讲到糖尿病 糖尿病就是跟胰岛素有关 我们看看糖尿病 跟葡萄糖之间的关系 葡萄糖 胰岛素是打开细胞膜的 那个钥匙 打开葡萄糖通道 让葡萄糖进到细胞里面 这个当我们吃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 食物里面的葡萄糖呢 就会让这个胰脏分泌这个胰岛素 T型的这个 这个就是胰岛素 那么胰岛素呢 它就会插进这个胰岛素接受体 把这个葡萄糖通道打开 那么这样葡萄糖就可以进入细胞里面 所以胰岛素 它会促进葡萄糖的氧化 合成肝糖 变成脂肪 变成蛋白质这样 所以这个是细胞 细胞里面这个是立腺体 立腺体就等于是细胞的引擎 内燃机 发电机 这个发电机呢 烧葡萄糖 烧脂肪酸 烧脂肪酸 那么这个是 胰岛素接受体 这个上面这个是胰岛素 胰岛素呢 进入身体里面 进入细胞里面 这个就会打开葡萄糖的通道 葡萄糖呢 就会进到这个细胞里面 然后再燃烧 然后再产生能量 所以这个是立腺体里面的客室循环 还有呼吸链转移 在最左边那边 这边呢 就是葡萄糖 跟铜体 脂肪来到铜体 它会透过这个脱氢酶啊 等等Q10 在这边燃烧产生ATP ATP拿去用 用了又变成ATP 这边是制造水的机器这样 所以我们人就是要有能量嘛 那么这个就是ATP ATP是三个零 那么三个零 我们的细胞啊 或者是草里虫啊 等等啊 它这个用氧气的 用葡萄糖的生路 都是这个样子的 都是要有ATP才会动 那么这个就是ATP ATP它这个三个零 放出一个零 这个就是它的能量 然后它就会欺识很多这个 生路或者我们的细胞 再做一个运动 再做一个运动 这些小的生物也是用ATP的 那么同时它会让我们人体 会产生这个主动运输 把好的东西吸收进来 把不好的东西排出去 这样 这个就是ATP的这个作用 我们来看这个糖尿病的成因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里 大概第二型 第一型糖尿病 它当然是 第一型是说缺乏胰岛素 那么第二型是 胰岛素的品质 各方面不好 或者是没有办法进入这个细胞 可是我们后来发现 第二型第一型的这个分界 越来越不明显了 这个就是胰岛素品质不良 胰岛素等于是一个钥匙 这个胰岛素接受体 等于是一个钥匙孔 这个钥匙不好 钥匙孔不好 它都没有办法打开这个葡萄糖的通道 所以呢 会造成这个糖尿病 通常我们这个第二型 那么第一型的话呢 就是本身没有胰岛素 没有分泌胰岛素 胰脏没有分泌胰岛素 所以呢 葡萄糖也没有办法进入这个细胞里面 这个讲的就是 胰岛素 这个胰岛 胰岛细胞 胰岛细胞 最右边是第一型糖尿病 它没有办法分泌出胰岛素 左边是会分泌出胰岛素 是这样 这个差别在这里 所以我们讲第二型 第一型糖尿病的成因呢 大概就是有 第一可能是碳水化合物吃太多了 葡萄糖吃太多了 你的胰岛素不够用 或者是引擎烧坏掉 再来就是胰岛素的分泌量不足 第三呢 就是胰岛素品质不佳 前面讲过 钥匙坏掉 再来就是有可能 要使胰岛素的接受体故障 要是恐怖了 第五呢 就是绿线体 绿线体里面 沾超铺糖的发电机故障 我来讲一下 我个人的这个经验 那么 我是 目前呢 我做断糖深通饮食 严格的断糖深通饮食 已经很多年了 就是这个 碳水化物几乎都占 热量来源的百分之二 我完全就不吃米饭 面食 水果 馒头 包子 地瓜 买零薯 是不得不这样 因为以前呢 我就像前面讲的嘛 是这个左边 这个不正常的饮食啊 就是 这个面食吃太多 碳水化物 啊 淀粉可能吃了 占热量来源的百分之七八九十 一百 这样油都没有吃到 所以 我那个时候吃的 不是正常饮食 是要命饮食 就是低脂 高糖 高淀粉的饮食 可是呢 现在 呃 很不可思议的 我以前 也是 呃 这个完全不理解 怎么样吃才健康 那以前 我都是叫人家说 三酸甘乳酯 过高的人 要少吃油 胆过身高的人呢 哇 你赶快 你要吃低脂饮食 不可以吃到油 这样 那么高密度 低密度 市场呢 也要叫他吃清淡饮食 所以很多患者 都不敢吃 不敢吃油 叫做养生 其实好 这个是一个绝大的错误 到了今天 我 最近还在问我很多 这个 心神代谢科 内科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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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他们说 以前我们观念是这样 我们都是专业人士嘛 我们都 建议病人吃药命饮食 我 我说现在有没有改变 他说没有啊 还是跟以前一样 就是 生通饮食 他们也几乎没有听过 所以说 现在社会上 讲生通饮食 讲的很流行 可是呢 我们正规的 真正专业的 被认为专业的这些人士 医护人员 他们好像对生通饮食 普遍是持反对的这个态度 我们 我为什么会是断堂生通饮食呢 这个就是前面讲起 因为 我本身 可能 以前都当血汗劳工嘛 这个 很忙 很累 很操劳 做家伙病房 外科 麻醉科 急诊科 做了25年 那么后来身体出状况了 就改做自然医学 10年了 因为 我大概在50多岁的时候呢 曾经得到的 这个重症糖尿病 糖化血色素 超过13.5 正常是6.5 那么 血糖呢 饭前500 饭后1000以上 这样 所以说 非常非常的严重 几乎到了这个HHNK 就是糖尿病昏迷的这个程度 我那个时候 自己也知道 我问我这个 新陈代谢科的朋友 因为我是打一岛素 也见不到效果的这个人 不要说是降血糖的药 他们都跟我说 你这个瞎眼 洗肾 节肢是 应该很快就会到来了 那当然 我是不愿意这样嘛 所以我就自己想办法 自己找到一个方法 就是断糖生痛饮食 今天跟大家介绍的 因为我本身已经没有办法吃任何淀粉了 所以也没有办法吃低糖了 只好一辈子吃断糖饮食 因为 我如果我曾经做一个实验 我是没有吃淀粉的人 所以我的葡萄糖通常都可以维持在这个尿里面的葡萄糖是没有 可是呢如果我吃这个青菜 加一碗米饭 米饭不要吃到碗 吃到半碗就好 我的尿糖呢就会增加到两价 这个后面还会介绍 所以我是完全没有细胞燃烧葡萄糖的引擎已经完全坏掉了 那就是这样 我们这个葡萄糖的四指嘛 这个四指呢正常是这样 葡萄糖的颜色 这个糖是这样 那么我一吃下这个淀粉就会到一架两架 这个很严重 我们来看一下治疗糖尿病的各种常见的方法呢 现在西医当然就是说吃降血糖的药物嘛 还有吃这个阻碍肠道对葡萄糖吸收的药物 第三就是促进肾脏排泄糖尿病的药物 第四就是打一导素生剂 那如果讲饮食调控的话 也是常有会建议患者做 可是做的不很彻底 就是叫他要少吃淀粉 又要吃清淡 就是因为我们人就是淀粉少吃 那么不吃油 怎么会有营养呢 所以说常常是觉得很矛盾 吃低糖饮食 那我是做断糖生通饮食 不过这个在现在的营养治疗糖尿病的这个医学界 是没有人讲断糖生通饮食的 都是我们做自然医学的人才在讲 前面讲到 正常的饮食 热量应该占百分之四十到四十七 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吃到这个量呢 我看我们来看一下 我来示范一下怎么样吃早餐 我的早餐是这样吃的 就是说我早餐不吃任何实体的东西都喝油 把这个Omega-3的油 Omega-9的油20cc 这个苦长南瓜油 Omega-369 36920 然后加一些MCT 饱和脂肪酸20 然后就一共吃了100cc的油 可是油它本身油腻嘛 大部分人吃不习惯 我们就建议说 先把它放一点蔬果粉 我是用这个桑叶粉 让油被上液吸收 加一点维他命B群 加一点调味的这个杀鸡果汁酸酸的 加一点甜菊 然后摇一摇 然后再加水 加了水以后呢 再摇一摇 然后就把它吃喝下去 把它喝下去 那么这样 当然可能刚开始不习惯了 可能会拉肚子 会胀气 会恶心这样 不过一段时间以后就够了 那么我一个早上 就吃了360卡的油 因为40cc 一cc会产生9卡的热量嘛 所以我是吃了360卡 我一天呢就吃了80cc 吃两次这样 那么所以 油可以分可见油跟不可见油嘛 可见油就是刚才大家看得到的油 那不可见油就是在那个 肉啊蛋啊 这个 这个奶里面的这个油 叫不可见油 我们平均讲说 一公斤体重 你可见油 最少要吃到一cc 那么可见加不可见加起来 可以吃到两cc 这样的话才会够 我本身一天 我这个可见油 就吃到一百cc了 哇你一定会想说 怎么会吃这么多油啊 会不会心肌梗塞啊 会不会中风啊 会不会散酸 应该用一指过高啊 那根本你不用担心啊 完全不会 因为我一个70公斤的人 一公斤体重要30大卡嘛 那么这个一天呢 就是要最少2000卡 2000卡的四成是多少呢 就是800卡 那么一天800卡的热量 要来自油脂 那么要多少的油呢 就是除酒 9981等于一天90公克 是最最少的了 那么我吃到100卡 100cc的油 那么100cc油会产生 9卡的热量 900大卡 被2000 一天的总需要量 2000储的话 等于45% 所以你看我一天 可见油吃到 吃到45% 就是差不多100cc的油 这样才有达到45% 所以各位如果没有吃到这么多油的话 你的那个脂肪的摄取量 可能就是25啊 10啊 这样 就是吃不够 脂肪吃不够嘛 那么午餐怎么吃呢 午餐就是吃蔬菜啊 蛋啊 蛋啊 一颗蛋可以 60公克的蛋 里面有48公克的水 它的蛋白质只有6公克嘛 如果大家有吃肉的话 也可以吃大概这样两片的肉 一个鸡腿 差不多是200公克 大概含有 100公克含有20公克的蛋白质 差不多一天大概四五十公克的蛋白质就够了 所以一天大概两个鸡腿的 一个鸡腿的蛋白质就够了 那另外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正常饮食 就是指说 这个葡萄糖要占50% 脂肪占40% 这个蛋白质占10% 那如果说身体吃坏了 饮器已经坏掉了 那么就是说 不能够再吃淀粉了 那么 我们的车子 我们的身体就跟原来的身体 年轻时候不一样了 就好像说 一个小孩子 或者一个年轻人 少年 或者青年 一二十岁这样 那么它等于是一部出厂的新车嘛 跟这个老爷车比起来 像我们这个快七十岁的人 这个当然是不能够一部老爷车了嘛 又故障过 不能够跟新车比啊 启动快 噪音少 我们比不上新车 速度呢 要不要速度也比不上新车 效率呢 燃烧也比不上新车 排放废气能也比不上新车 所以老爷车堪用就好 好 我们不能够按照这个新车的标准 来要求老爷车这样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对于这个 我们这个断糖深通饮食 治疗糖尿病的思维是这样 就是说传统都盯着血糖的高低 跟HbA1c糖化血色素 那么我们就断糖深通饮食 治疗糖尿病的治疗医学医师呢 就建议不能够再紧盯血糖 不能只能够糖化血色素等等 只是提供参考而已 所以说一个已经身体吃坏的人 像我这样 比方说糖尿病重症了 那么我没有办法完全按照这个正常人 还没有发病人的这个标准 不管是三酸甘油脂空腹血糖 当然我血压还是正常 腰围也没有过大等等 可是不能够 没有办法每一个指数都能够达到 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标准 这个我自己是很理解这样 我想说如果做断糖深通饮食的人 你对这个数字稍微有点偏差 你也不要太紧张 因为这个传统的这个治疗方法呢 跟我们断糖深通饮食治疗糖尿病 它两个理解是完全不在不大一样的 就是我们身体当然还是要需要一点糖 因为我们人体的这个糖 你就算断糖还是最少要有50个mlDL 100cc里面 所以说体内所有要的葡萄糖是来自蛋白质的转换 不是直接吃进来 这个很重要 还有就是说我们的身体 像我本身来讲 我的这个葡萄糖里面的这个内燃发电机完全坏掉了 所以我就不用葡萄糖了 我改用这个 改用这个 烧铜体的这个发电机 就是说像这个图 一般上 正常人就是葡萄糖五成 铜体四成 脂肪四成 那我是完全不行了 我的这个葡萄糖吃一点点进去都不行 所以我全部改烧铜体 这个叫断糖深铜 大部分能量的来源都是依赖铜 所以说我就是全力提高铜的那个另外一个引擎的那个燃烧能力 可是传统的这个糖尿病治疗呢 他们就只有看到这个燃烧葡萄糖的部分完全没有想要利用铜体 这个是一个最大不同的地方 那么传统的这个糖尿病治疗呢 不是用药物就是用胰岛素嘛 常规使用 那么我们做自然医学的人 尤其是有很多人 接受我治疗的 大部分是都是吃药没效的 或者打胰岛素没效的 医生说你可能会瞎眼啊 洗肾啊 完全就是已经不行了 才会找我 那么 可是这个葡萄糖引擎坏掉以后呢 它的燃烧效率不好 可能会产生很多自由基 那么所以我们 就是说看情况 完全不吃淀粉的人也有可能血糖会高 后面会提到 然后我们就会建议患者 去吸入那个氢气 还有用生成核心热疗 帮它把细胞里面的酸跟自由基排掉 这个就是水电解成氢跟氧 我们如果把它吸进去的话呢 它就会在细胞里面变成水 变成水呢 就把这个酸排出来了 好像这个尿应该要5的 这个人是酸减值是8PH8 所以它就是酸排不出来嘛 那么它体验了氢以后呢 酸减值就降低了 这个自由基呢 本来是没有颜色的 变成很红这样 有1变到10这样 变成很浓很浓 像这个 我也是经常在测 我的酸减值跟自由基 如果尿是8的话 那么就赶快吸氢 大家看这个图 变到5 5再吸一吸呢 就是把酸排掉 酸排不掉嘛 排掉以后呢 它又恢复碱性这样 大家看上面这个图 本来没有排自由基的 那么变成自由基排出来 排到最后又没有自由基 所以呢 这个是自由基 慢慢排 排到最后又没有自由基 这一点我们叫做黄金交叉 那么 我本身 血糖高嘛 高到已经是 很少人看见 很少医师看见这么高的血糖 那么我怎么样活到今天呢 其实我是每天都把体内的酸跟 自由基排得一干二净 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独门 绝招配方了 还有就是用这个热疗 来把细胞里面的酸跟自由基排掉 用这个冷光 不是烤箱 是冷光 没有感觉到温度的光 这样 那我们的细胞会提升温度 口腔 舌温 舌下温 刚温会提升 我们舌下温正常 是36.8到40度C 0.4度C 那我们做热疗的话 深层核心热疗 可以热到39度半 41度C 因为每提升1度呢 就会提升30%的免疫力 所以热疗对我们来也很重要 就是热啊热啊 这个细胞会呕吐 把这个酸跟自由基排出来 这个是右边的是汗 左边也是汗 这个是正常的汗 这个是有重大疾病人的这个汗 这个汗呢 拿来验会有很多自由基 像这个人 他的尿是碱性的 酸没有排出来 他自由基也很少 这个就是第一个 他的这个热疗后的尿 就很红 自由基很多 这个是我本人的 我本人的品尝自由基有在排 可是热疗后排的更多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整个中华自然医学的这个内涵 就是说要这个饮食 要注意 没有病的时候呢 要吃长糖生酮饮食 有了病以后 要吃断糖生酮饮食 用轻用这个热疗 把酸跟自由基排掉 我们叫做百病同源 百病同疗 那如果药物没有效 胰岛素没效 西医只能够等病发生的发生 可是我们有一个比较积极的做法 就是说断糖 利用细胞的这个燃烧铜体那个部分 来加以强化 这样 就是由这个燃烧糖变成燃烧铜 这样 如果说燃烧铜还是不行的话 可以用这个铜体BHB来加强 就是说直接吃这个BHB 那么这个效果当然是很好 目前不过用在医疗上的很少 通常都是健身 一些要提神的人在用的 因为这个在台湾也还没有流行 还没有普遍 我们就不做介绍 像我本身 我虽然没有吃淀粉 可是葡萄糖这个蛋白质还是会变 会变成这个转化 我们叫葡萄糖新生作用 蛋白质会变 变葡萄糖 所以有时候还是会有葡萄糖出来 这样 我们来看这个图 其实代谢症候群 初期的时候 医生可能跟你说 哇你三酸肝 又是高老脂肪肝 或者是高密度低密度 不对了 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应该要警觉 赶快吃长糖生通饮食 或者低糖 大概就可以矫正了 那么进入到肥胖 高血压的话 可能就更麻烦了 这个时候就要赶快了 不要说还没有病发症出来 你就很放心 还有如果你的饭前血糖已经异常了 超过100了 糖化血色素超过6.5 已经确诊糖尿病了 那么你就要赶快赶快做低糖低糖 或者断糖生通饮食 那如果你现在还是用糖 吃淀粉 吃这个葡萄糖 吃这个碳水化合物 就等于是你一个房子 已经有蛀虫了 你不要管它 你还是用贴纸把它贴起来 不管它 有一天房子就倒塌了 有白蚂蚁 这样是不行的 所以说 我是完全不认为说 吃降血糖的药 或者打胰岛素 可以治疗糖尿病 可以预防后遗症的这个发生 因为糖尿病的这个后遗症 像虾眼 心肌梗塞 这个 节肢 洗肾 等等等等 几乎所有的新陈代谢疾病 都跟这个有关 所以说我们不要等到这个 后遗症出来 再来后悔 其实是来不及了 所以说 我们的这个断糖生酮饮食 就是 要淀粉要吃很少 完全不吃这样 断糖 断糖生酮饮食 就是完全就是利用 酮体来燃烧 我们身体的能量来源 不再依赖葡萄糖了 那么这个是可以 我不大建议 有这个糖尿病的人 每天都在咽那个血糖 每天这样吃也是很辛苦的 我是建议改为用咽尿 用念 如果说做 生痛饮食 不吃药的人 我是建议这样 那么咽尿的话就更简单了 你每次小便的时候 用尿杯装起来 咽一下 那么咽一下 这个 这边是酸碱质 最下面酸碱质 中间是葡萄糖 那么后面是蛋白质 那么我们看中间这一排 你看到你的尿 如果说 你要校正一下 就是说 你如果出现这个正负 或者一架两架三架的时候 一架的时候 然后就抽你的用纸 血糖机 测一下你的血糖 看是多少 你校正一下 因为我们一般上讲说 如果你的尿 出现葡萄糖 大概血糖会超过180这样 他因为那个 就是 好像水桶满了嘛 超过180 82 他就跑出来了这样 所以尿里面可以吃到糖 可是好 这个也不一定 有人200多 230 240 250 尿才 血糖230 250 尿才会有出现这个 比较 绿色的这个 这个指标 那有人120 130就有了 所以你最好是 自己做一个鉴定一下 你先把它校正 你看 我血糖如果是 一架的时候 我的 不是 我的尿是一架的时候 我的血糖多少 每个人体质有一点不一样 在长期实践下来 这个血糖 跟那个尿里面的葡萄糖的比例 还是因人而异 并没有说一定的比例这样 所以说 我建议 就是说 如果有些人 他想要用这种 断糖生酮饮食 来治疗他的糖尿病的话 完全不吃药 胰岛素也不打的话 你不要再完全参考这个标准 因为 其实蛮不容易达到的 就是 我前面讲的嘛 老爷车 能够用就好 你不能够跟出厂的新车在比的 这个心态上要调整一下 才有办法走下去 后来我发现 我本身做的这个 目前我发现的这个原理 事实上跟中医比较像 因为我们西医 西医是一个器官的医学 就是看指数 来看病 就是你的血糖有没有超过 你的GOTGPT高不高 血红素多少 看检验报告 看你的影像来决定 你有没有病 那么中医他不一样 他就是说比较全方位的 事实上 中医由这个黄帝内经以来 3000年来没有什么改变过 那么西医呢有两三百年的历史 有显微镜发明以来 好像也没有什么改变过 我本身学西医的 搞到最后我自己发现 好像西医也不是 不是那么行了 因为他基本上 后面会提到 西医当然是很好 他是一个把这个科学 文明科技极大神的一个医学 可是呢他在使用上有一点偏差了 就是没有说很 没有说很那个 很合理的把这个科学来利用 所以我现在发明了一种叫做 发现了一种叫做中华自然医学 就是用这个中华文化5000年的这个历史 这个黄帝内经这个来做一个主轴 把西医所有的东西都像盐巴融到大海里面一样 把它融进来 我称他叫做中华自然医学 我们大概在2018年的8月会在中国大陆 发表这个中华自然医学的这个新书 这个会引起一些回响 那么讲到这里呢 我们在这个 黄帝内经里面就看到最下方这几个字 这几个字呢就跟我们现在讲的 中华自然医学 还有我的这个长堂 低堂跟断堂饮食疗法 一个非常接近的地方 我们把它放大来看 其实说皇帝问说 说这个药要怎么吃呢 后来一个吉伯的人他就回答说 病有酒心放有大小 有毒没有毒 要看情况使用了 如果你用大毒治病 用小毒治病都治不好 177 7 8 7 9 那么一定要用古菜果肉 食养进之 无始过之 伤其振也 就是说我们平常吃的食物 我们讲一食同盐 药食同盐 那么你的碳水化合物 就是要占50% 油脂占40% 热量来源的40% 那么这个 蛋白质占10% 这个叫做 无始过之 伤其振也 不要偏差 这样吃的话 人就不容易生病 我们叫做长命饮食 这个就是很符合我们这个三千年前的老前辈讲的这个东西 所以我治疗这个糖尿病 当然包括因为主要是我本人 我本人本来也是跟一般的医师一样 就是开药嘛 胰岛素嘛 就是这样 那后来自己因为生病了 吃药降不下来 胰岛素没有效 后来就发现了一个 这样我现在讲的这个断糖渗养 也是这个方法 来治疗各种严重的这个糖尿病 所以我写了一份资料 你们是可以搜寻一下 糖尿病不必吃药不必打针 就可以看到我写了一整篇文章 也就是说不吃糖就没有了糖尿病 当然这个还有一些例外 这个我们以后再来详细讲一下 我们现在要谈到这个医学 糖尿病这一章 谈到医学的定义 我们好像很多人都以为医学就是等于西医 我想说我以前也深信不疑 可是慢慢的就是说很怀疑的 我本身也是临床西医师 干了西医三四十年 我现在的结论是认为说西医学是一个伪科学 假的科学 有了这个科学的外衣 名称跟外号 其实干的是不科学的事情 因为西医都见果不见因 见果不见因 讲一些很荒谬的事情 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有一部车 车厂卖一部车给你 这个车厂的车它是有一部这个柴油引擎 一部这个铜体引擎 就是汽油的引擎 那么这个卖车的人给你 他就一直他就不会告诉你 你有你有这个另外一部烧汽油的引擎 当你他就一直叫你加柴油 可能是故意不要告诉你还是怎么样 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 你是一直用葡萄糖 就吃吃吃吃到最后呢 他就有问题就来修嘛 葡萄糖引擎就柴油引擎 一直修一直修 修不好 修不好也没办法 这样就一直吃药这样 其实这个问题在哪里呢 这个不是台湾的问题 是全世界的问题 因为这个主要就是说药厂 他们是希望说我们多吃药 你们就不要管什么生酮饮食 那如果你每个人都用生酮饮食 来治疗糖尿病 那我药厂的药卖给谁 医岛素卖给谁呢 所以说我们现在 可以说全世界的几乎绝大部分国家 大部分的人都是被药厂当成一个奴隶 就是说就变差 我们的身体都变成这个药厂的殖民地 他要我们吃药帮他赚钱这样 那么医师呢 其实也是很无辜的 我们是被训练成这个 完全听药厂的话 因为药厂他主导了教科书的撰写 编撰 还有就是说我们很多研究 都是药厂花钱做的研究 他当然朝他有力的方向来做 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一件 中华自然医学的用意 就是说我们要发起一个叫解放运动 把人的身体要解放出来 不要再当药厂的奴隶 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并没有在指责谁 因为指责别人 就指责以前我的 我自己嘛 我以前也是受这样的教育 就是只会开药而已啊 所以我想 我没有针对任何人 在指责还是怎么样 因为我只是说分享我个人的看法跟经验这样 就是 现在很不合理的 就是说 传统的我们这个中华自然医学保健的观念 就是说 你一个人 你可能会因为这个 你的种族啊 气候啊 环境啊 基因啊 不一样 对不对 那么你的那个表现可能会不一样 可是呢 我们现在的这个西医很不合理的部分 就是说 他制定一个标准 不管你是一岁 还是二十岁 还是三十岁 还是一百岁 你的这个 这个身体的这个要求 要一体适用 要一体适用 这个其实 变异很少 不用 就是说 不符合标准的时候 就要吃药嘛 这个是很不合理的 好 讲到这里呢 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 不管你是做生酮饮食也好 自然疗法也好 还是中医也好 还是西医也好 你还是要很注意 糖尿病 是一种很容易发生 这个紧急状况的疾病 一种叫做高血糖 一种叫做低血糖 那么高血糖的急症呢 就是有DKA 第一型糖尿病 就会发生 第二型 比较会发生 这个HHNK 所谓 HHNK 就是高血糖 高渗透压 非同体性 昏迷 我以前就差不多是这个情况 只是还没有做到加护病房而已 另外一种叫做铜酸中毒 这个铜酸中毒也是要注意的 这个第一型糖尿病的病人 或者酗酒的病人 很容易发生 这个是我以前在这个当了十年的急诊科医师 我们有处理过很多DKA HHNK的这个患者 也蛮有经验的这样 那所以说 不管你是做生痛饮食 还是低糖 还是断糖 有了状况呢 还是要赶快到这个医院的急诊室看一下 看看怎么样 所以呢 这一集讲的就是 断糖生痛饮食是糖尿病患者的塑效解放 接下去呢 大家可以看这个 胰岛素阻抗患者 切换成断糖生痛饮食须制 这一集